大家好,我是小五 今天继续为大家解说 你不知道的恐怖故事第六集 房间 操场上,一个小男孩正蹲在地上用小铲子挖土玩 而不远处的路边,一个头发凌乱的老奶奶 正略带悲伤地看着这个方向 看到男孩脸的老人似乎很紧张 他瞪大双眼,嘴巴微微颤抖 惊恐和慌张的神色渐渐布满了他饱经风霜的脸庞 老人慌慌张张地迈着蹒跚的步伐走了 但小男孩却被勾起了好奇心 便悄悄跟了过去,一探究竟 破败的小屋,昏暗的光线和陈旧的摆设 显出一丝凄凉 老奶奶正是走进了这样一间屋子 男孩透过窗户偷偷向里面望去 老人正吃力地搬开桌子 并掀开了榻榻米,露出了松软的泥土 他用双手费劲挖掘 脸上却渐渐浮现笑容 一个茶壶 男孩很是疑惑 只见老奶奶又慢慢挖出了陶瓷盆子 勺子和碗块等餐具 老人的神色渐渐变得疲惫 但脸上的笑意却变得越来越浓 突然,一个沾满土的手臂被挖了出来 他轻轻抚掉手臂上沾着的土 紧接着,一个浑身沾满土 肤色苍白的小男孩被挖了出来 窗外偷看的小男孩发现 这正是自己 而此刻的老人却如释重负 将浑身是土的男孩紧紧搂在怀里 暗淡无光的脸上终于流露出了一丝安心 而此时窗外头汗的小男孩已经不见了 只留下了他的鞋子和摔碎的板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个故事却意味深长 根据小五的理解和推测 开头玩土的小男孩就是老奶奶死去的孙子 他毫无血色的脸和摇摇晃晃的走姿 应该就是一些暗示 只不过他自己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路过的老奶奶也许并不能看到他 但他看到了小男孩曾经挖过的土堆 所以这里应该是男孩生前经常玩闹的地方 老奶奶堵物私人 想起了自己的孙子 难以抑制思念之情的老人家 只得返回家中 挖出埋在屋内的孙子陪伴自己 以此来慰藉他的思念之情 这个故事从头到尾 没有一句人无对白 只有BGM的转化 人物脸上的微表情 以及动作的变化 却展现出了老奶奶的孤独 和那病态的思念 埋在自家榻榻米下的尸体 与老奶奶那近乎病态的对孙子的不舍 让人五味杂陈 这个故事恐怖中却带着一丝悲情 看到最后小五甚至眼眶湿润了 或许对于独居在破败小屋里 无依无靠的老人而言 男孩便是他唯一的依靠了吧 我是小五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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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